世界上吃最多黑鮪鱼的国家 毋庸之以非日本莫属 光是日本最大水产交易市场 东京风筹市场 每天就几乎要拍卖出 1000头左右的大型黑鮪鱼 那问题来了 吃那么多黑鮪鱼的日本人 会不会总有一天 把世界上的黑鮪鱼 全部吃到灭绝啊 在黑鮪鱼过度的捕捞下 日本人又替黑鮪鱼的资源富裕 做出什么贡献 这次我们就来聊聊 日本人工养殖的黑鮪鱼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海边过日子 我是Taku 台湾每年4月到7月左右 在海鲜市场中 会出现一个超级热门的话题 传统新闻媒体都会大篇幅进行报道 这个话题就是 黑鮪鱼 不过相对这些报道 黑鮪鱼的新闻 几乎都会以便宜啊 或者是崩盘等字眼 来吸引更多观看的次数 殊不知这会造成的后果 只是让黑鮪鱼的资源 产生更大的危机 这个原因我在影片的最后会提到 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今天这一集影片 不是在常见的东京丰州市场拍摄 而是我们要前往九州大分 最具代表性的大型批发鱼市场 我们来看看日本渔夫 如何在批发的现场中 进行黑鮪鱼的切割技术 黑鮪鱼几乎成为日本海鲜文化 和饮食习惯的一个重要象征之一 特别是在高级寿司店和节庆宴席上 黑鮪鱼生鱼片是不可或缺的争品 相比起鲑鱼而言 日本人更是疯狂的痴迷黑鮪鱼 然而这种高需求的食物文化 也让人不禁担心是否会将黑鮪鱼推向灭绝的边缘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 黑鮪鱼的数量正在不断的减少 在2014年的时候 在冰尾物种指标程度上 它居然跟熊猫是一样的等级 光是一个日本 就吃了全世界70%到80%的黑鮪鱼 因此对于黑鮪鱼的资源保护而言 日本则无旁贷 让黑鮪鱼灭绝的方法很简单 那就是过量捕捞尚未残卵的鱿鱼 过量捕捞通常来自于行业的竞争 让我最有感而发的一句话 就是我常常听到 啊这个鱼我不抓人家也会抓啊 这种零和竞争的概念 就容易造成资源下降 因为先抓先赢啊 但在北海道有一种很特别的捕鱼方法 我认为可以提供大家参考 以前北海道王州海岸捕鲑鱼的人 竞争都非常的激烈 在有限的资源下去 抢最多鲑鱼的资源 使得鲑鱼资源逐渐下降 而从业人员也容易产生冲突 但现在这些北海道鲑鱼的渔夫 愿意共同合作 把大家抓到的鲑鱼平均利益分配 减少竞争的同时 也保障美味渔夫的收益 甚至减少更多网剧的修理开销 值得开心的是 这种模式就是东港樱花虾产销班的模式 所以谁说保育跟经济不能共存 屏东东港的樱花虾产销班就做得到 而面对黑鲑鱼灭绝的危机 日本并没有做事不理 除了禁止捕捞过小体型的黑鲑鱼之外 日本也成功开发出黑鲑鱼的完全养殖技术 黑鲑鱼的完全养殖技术 意味着黑鲑鱼能从卵到成鱼 甚至到繁殖都是可以成功的 那现在我们拍摄的地点是九州大分线的批发鱼市场 这边的鱼货基本上主要会供应早上的各大生鲜超市 因此包括鱼货处理以及准备作业都会在凌晨进行 差不多到早上5点的时候就会开始竞标拍卖 那我会来这边主要是想知道 黑鲑鱼在日本非高度卫生管理的批发市场中 他们会如何处理黑鲑鱼的分切 因为丰州市场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卫生管理的地方 对我来说手法并不稀有 所以我希望能看看更多日本地区的处理作业方式 那今天要来处理的黑鲑鱼 就是日本鼎鼎大名的养殖黑鲑鱼 黑鲑鱼的完全养殖技术是禁忌大学开发的 以后如果我想要进修硕博士的话 其实我也很想进去这个大学里面就读 不过因为黑鲑鱼很重 现在渔夫大叔准备用堆高车把黑鲑鱼给拉起来 放到砧板上进行处理 不过貌似这只黑鲑鱼好像还没完全解冻 所以这只会延后处理 现在我们要把另外一只黑鲑鱼用堆高机搬到砧板上进行处理 我觉得在砧板上处理的时候还蛮方便的 因为感觉这样比较不会伤到腰 这只是养殖的黑鲑鱼 非常的新鲜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眼睛跟它的整个外观的橙色 因为这只是昨天刚从养殖场活地捕捞上来的 黑鲑鱼的活地很特别 它是先利用钓鱼的方式把鱼钓起来 然后黑鲑鱼吃饿的时候 就会透过钓竿把鲑鱼给电晕之后再拉起来进行放鞋 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算是电载的黑鲑鱼吧 而且我发现养殖的黑鲑鱼都不算太大只 通常在台湾拍卖的黑鲑鱼 基本上几乎都有150公斤到200公斤左右 是非常巨大体型的野生黑鲑鱼 但是日本养殖的黑鲑鱼就比较小只一点点 大概只有40到100公斤左右 大概就会像momo展开手臂一样长 像这只黑鲑鱼大概也才不到40公斤而已 这种规格在台湾几乎都是黄旗尾居多 不过我觉得这个体型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 因为如果我要一个人去买的话 应该也是可以买下来的 但就是不知道说这么小只的黑鲑鱼 是否还有肥美的大腹肉可以吃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在处理黑鲑鱼之前会稍微先磨刀一下 那一开始处理黑鲑鱼的时候 会先把他的鱼尾巴跟鱼鳍先切除 这样后续在进行取肉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接下来会先把一边的鲑鱼下巴给取下来 把鲑鱼的下巴取下来之后 就可以顺势把鱼头给切下来了 鲑鱼的下巴肉在南方澳也被称作为金三角 是整只鲑鱼最顶级昂贵的部分 像这么小只的黑鲑鱼啊 也仅仅只有不到一公斤的金三角肉而已哦 油脂含量特别高 入口即化的口感真的是所有老饕的追求耶 所以特别特别的珍贵 大家注意看 为什么渔夫大哥需要把中间这个鱼片用刀子给削掉 因为一只黑鲑鱼很大只很厚 所以鲑鱼在切的时候会切成五枚切 什么是五枚切 意思就是指鲑鱼在初步分切的时候 会切出两块贝肉以及两块腹肉 最后剩下中间的鲑鱼骨 所以会消除中间的鱼片啊 是为了更方便在中间切一个缺口 把贝肉与腹肉给分开 那现在开始就要把黑鲑鱼的贝肉与腹肉给分开了 首先一样会先把腹肉给切下来 再来则是把背肉给切下来 这跟台湾的切法有点不太一样 台湾的切法通常是会先统一去除腹肉 再统一去除背肉的 接下来就是去除中间骨头的部分 中间骨头这边在日本也是高级品 因为这个会拿去做成黑鲑鱼的生鱼泥丼饭 通常会用汤匙把黑鲑鱼的肉给刮下来 所以即便它是一块鱼骨 也会用生食等级的保存方式进行处理 不过因为日本是一个很爱好生食的国家 所以相对在食材上 都会以生食的水准去进行处理 毕竟是先有市场需求才会有规格出现的 这点跟我们的饮食文化就比较不同一点 这个是渔夫大哥送我们的骨鞭肉 等等可以拿来当早餐吃 那现在我们要分切黑鲑鱼的各部位 黑鲑鱼的每一个部位价格都不相同 但基本上贵的部位就是油脂含量很多的地方 目前先切的是黑鲑鱼的背肉部分 背肉的油脂含量比较低 如果没有特别做生鱼片的话 通常会拿去做干煎或是制作成炸鲑鱼块 我其实个人是很推崇炸鱼刺身的 不管是去日本还是去台湾的举酒屋 我一定会点这道菜 不过日本的炸鲑鱼大概都会有七八分手左右 喜欢全手的人要稍微留意一下 最后就是要来分切养殖的黑鲑鱼腹肉了 野生黑鲑鱼只要季节对了 油脂含量才会很高 不过养殖的黑鲑鱼可就不一样了 只要你有订单一年四季都可以出货 订购完之后就会有一只早上刚捕捞的黑鲑鱼送到你家 是真正很捞啊的那一种 而且因为饲料的控制啊 所以养殖黑鲑鱼不存在油脂含量不高的问题 说真的 我是第一次见识到毫无血色的黑鲑鱼上腹肉啊 真的是大开眼界了 除了黑鲑鱼之外 这个市场还会有一些起鱼跟野生的黑鲑鱼 也会在这个鱼货批发市场进行分切处理 不过黑鲑鱼还不是最精彩的画面 大家知道为什么日本生鲜超市的鱼货那么漂亮吗 每一只鱼到底是如何处理的呢 在这个大分批发于市场里面 可以满足你所有的答案 期待一下我们以后做影片跟大家分享 现在是我发表对近期黑鲑鱼议题的个人看法 日本卖野生的黑鲑鱼为什么不会有叠价与崩盘 大家试想看看 东港鲑鱼即一日卖个200多只黑鲑鱼 崩盘与叠价的报导就铺天盖地而来 可是反观日本丰州市场 那几乎固定每天千尾以上的黑鲑鱼在竞标拍卖 却没有所谓的崩盘与叠价的新闻产生 原因是为什么 首先日本人非常热爱生鲜文化 这个消费市场的需求反映给鱼业从业者时 鱼业从业者包括渔民与批发商 也就需要给出相对应的生鲜等级黑鲑鱼 但生鲜等级的黑鲑鱼就是昂贵 但是同样它也贵得有道理 因为它从鱼货捕捞开始到批发分切 最后在媒体的报道上 都显示黑鲑鱼就是具有很高的价值 也因此消费者更愿意用高价来买单 简单来说 我认为改变不是单向性的 而是需要多方发展的 因此无论是政府单位 渔民 批发业者 或者是消费者 都是改变台湾渔业环境不可或缺的角色 虽然台湾目前拍卖黑鲑鱼的环境与制度都不够完善 但是从目前渔会开始铺设木地板来看 相关单位还是愿意进行环境改善的 只是这个改善需要消费者的等待 我认为只有给予尊重和建设性的建议 才是真正可以促进这个社会进步的 很谢谢看到最后的观众 我也希望观众在看完这个影片的同时 也能想一下 怎么样的做法才能帮助台湾追赶上日本的脚步 或许你的意见 就是能帮助政府单位更快进行改变的助力 但这集的内容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